- 駕駁轉換 - 駕駁轉換 - 大家好 我是Frey 生餐長 - 大家好 大家好 - 今天呢 - 我來到了花蓮 - 遠離成熟 - 那今天就靠它 - 來幫我們走整個花蓮的東海岸 - 最多巧遇是庫芬香跟吉安香的界線 - 哇 這個美景 - 是不是看的就超舒服 - 我來到了大石碧山步道 - 你看啊 一萬無據的藍海跟藍天 - 真的是太美了 - 光看到這一幕就覺得來這一團太值得了 - 超級療癒人心 - 那很多人可能對台灣東半部的路線不是很熟悉 - 不只是現代人喔 - 就連以前的人也是 - 因為在歷史上呢 - 台灣的地圖都只有被畫一半而已 - 哇 美都像合成耶 - 戰一戰 遊覽車帶我們去的是 - 哇 你看花蓮狹長地形的優點就是 - 右手邊海岸 左手邊山脈 - 大自然的雙響葉 - 這裡是石天坪 但是還是地形 - 是世界級戶外地質殭屍喔 - 哇 天啊 - 實在是太帥了 天啊 - 哇 - 哇 - 我們來到石門洞 - 這邊也叫馬鼠洞 - 這邊是花蓮人的私密景點 - 也是電影沉默的拍攝場景喔 - 也是知名的打卡景點 - 很靜謐的感覺 - 倒石地域敢吃海產 - 花東啊 它狹長的地形 - 真的坐在車子裡面就感受得到 - 路都是紫紫的寬闊的感覺 - 一望無距的海邊都從來沒有穿過 - 在車上就可以一直看到很漂亮的海 - 巴巴巴巴巴 - 再來是巴奇亮望台 - 它的名字都很特別 - 看一下 - 哇 天啊 - 這個鮮蛙蛙蛙蛇下來美得下一幅畫耶 - 真的是仙境的感覺 - 天啊 太美了 - 哇 我的行程就要結束了好快喔 - 那其實這一次的旅行對我來說是一個康復之旅 - 因為生病之後就心情啊 - 身體各方面都受影響 - 但是來到花東看到這個大自然的壯闊 - 真的就是心裡啊 - 就是由衷的放鬆 - 就是這真的是 - 要接觸大自然才有辦法得到的能量的感覺 - 但是今天得到了滿滿的能量 - 而且因為那個台灣好行 - 它的行程都幫你規劃好好的順順的路線 - 時間都幫你規劃好 - 直接買票 - 然後只要把人再來就好 - 超級無腦旅行的 - 大家也可以來看看喔 -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-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- 麻煩幫我馬上載你們分享喔 - 如果你有什麼私密景點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-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在接著我們幫你 - 這這邊好像很好吃耶 - 對啊 - 但是新建的火車站很漂亮耶 - 真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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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